张子峰有戏恋情 张灵鹤赵金脉真谈了 看清紫家豪门受阻 赵露丝承认整容 于书欣倒贴王鹤帝 陈子涵老公进去了 近日 娱乐圈的瓜犹如下雨般匆匆而来 短短24小时内 居然又爆出了六个大瓜 有殷戏生情 有带走调查 还有人遭到报复 每一个都不简单 赵露丝承认整容 自从赵露丝开始拍新剧以后 样貌发生变化的讨论就没停过 赵露丝直播回应自己变漂亮这个梗 我有一些自己的经验 我觉得都是我一点点成长 包括一些努力换来的结果 粉丝说这是赵露丝自律的结果 也有网友说这就是承认自己丢脸了 那么多自律的也没见越来越美的 赵露丝这个回复无非就是一些漂亮话而已 但也算实诚了 没有骗大家说靠运动吃饱健品啥的 只是含糊说了有自己的经验 他最近减肥倒是挺认真的 赵露丝本来就不胖 肌数也不大 最近为了上进好看 又瘦了 减肥就是靠节食 这点是挺努力的 其他的就靠超能力了 他去了一趟棒子那边 回来以后心系开机 人就不一样了 而且是肉眼可见的不一样 但大丢肯定没有 就待了半个月 也不现实 应该就是一美微调这些 但也说明赵露丝底子好 做个一美人就脱胎换骨了 小二之前也说过 压根没有什么红旗养人 那些个直角尖 水光鸡 漫画腿基本上都是超能力 艺人说自己努力了 主要还是钱努力了 看青子嫁豪门受阻 权离女艺人嫁给素人 其实婆婆那关都不太好过 基本上都会被挑剔一番 看青子最近不是被拍到胖了很多吗 他自己对外讲是因为吃胖了 但其实看青子最近也在被孕了 吃了很多补品 所以就胖了 理由是他未来的婆婆不太满意 看青子女艺人的身份 他这个男友家里很有钱 虽然之前辟谣过 说是普通人啥的 其实不是的 就是大家猜的那个富二代 家里很有钱 俩人感情倒是挺好的 在一起后也是奔着结婚去的 本来求婚以后就在筹备婚礼的事了 但未来婆婆不同意 几凌晨火了以后 跟看青子的那段感情 就被反复拉出来讲 婆婆挺隔音的 儿子要结婚 他就说要先怀孕 怕看青子是那种 为了他儿子的钱才跟他在一起 要是有了孩子就能放心一点 看青子也同意了 他是真的挺喜欢现在这个对象的 对方脾气好 对自己也很大方 看青子也想早点有自己的小家 所以虽然婆婆的要求不合理 但他本人还挺积极的 工作基本上都推掉了 专心备孕 余淑欣倒贴王鹤蒂 余淑欣最近的营销效果挺差的 他参加中餐厅 本来是为了营销掌波热度去的 为了效果好点 他定的营销方式是轮番带人上热搜 看谁效果好再重点营销 但因为没有提前告知 几个男艺人都不太乐意跟他做热搜 后来又想折腾个团宠人设 就是常住都很宠他 目前只有姜妍脾气好 配合了几次 其他常住都没接招 他个人营销不是很理想 最近又炒冷饭把苍蓝爵翻出来了 不过王鹤蒂那边因为被迫跟着炒了很多次热搜 所以丁俩人CP盯得很紧 毕竟他今年还有大缝打惊人要炒CP 所以私下对于舒心很避嫌 所以于舒心虽然炒苍蓝爵 但也不敢炒地心引力 没有合适的CP 哪怕花钱再做热搜 热度也一直起不来 张子峰有新恋情 有狗仔拍到张子峰跟妈妈出门逛街买东西 说他恢复单身 人瘦了很多 有小伙伴问张子峰最近有新恋情吗 怎么狗仔又说他恢复单身 他最近没谈恋爱 狗仔说的分手 应该还是说的跟烟许家那段 这段之后没有新恋情 他今年工作排得挺满的 今年本来是他的毕业季 但应该是掩蔽到明年了 今年一年的档期都排满了 至于瘦脱象跟分手没啥关系 自从有阵子被网友吵说身材差以后 他就减肥了 一直都很瘦 而且他跟烟许家去年就彻底分了 怎么可能现在还有情商 他最大的变化就是事业新暴涨 工作非常拼 他本来是家庭作坊 有些工作上的事是他家里人在跟进的 现在张子峰所有的影视资源都是本人直接去对接 而且态度很强势 谈项目的成功率高了很多 对于这种有演技有知名度的电影小花 投资方还是很愿意买股的 燕许家考到国企后走另外一条路了 跟张子峰已经没关系了 张灵鹤赵金脉真谈了 张灵鹤和赵金脉的二搭剧火速开机 而且今天俩人的宣传物料就已经出来了 俩人刚在古欧里演完夫妻 现在就要在线欧里演情侣 二搭速度飞快 有小伙伴问这俩人是不是真谈了 要不然能这么快二搭 他们二搭倒不是真的因为谈了 也是非常凑巧 刚好有二搭剧在聊 也是溜了很久的老饼了 从宋祖儿还没凉的时候就一直在溜人 溜了好两年 然后刚好都溜到张灵鹤这里来的时候 这俩人有古欧剧在播 这部剧是没有达到预期的 S级的剧只播出了极具的效果 但还是一直在疯狂炒CP 就是因为两人的二搭剧在聊 也是不S级的项目 那作为艺人肯定要争取的 正好两人都是单身 所以就你配合我 我配合你 当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商业情侣 更凑巧的是 虽然张灵鹤和景田有剧在播 但是因为这部剧的支片人跑路了 没有宣传费 所以整个宣传都是摆烂的状态 艺人愿意宣传就宣传 不愿意就拉倒 反而不影响张灵鹤跟赵金麦的CP 所以就开机后就开始营销了 目前两人是还没有啥火花的 这个要看张灵鹤了 赵金麦是母胎单身 他进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谈过恋爱 张灵鹤人帅又高挑 要是有什么也很正常吧 嫖娼瓜曝光了 三字男星嫖娼瓜的答案来了 狗仔放出了一段录音 疑似是男星张浩维亲口爆料 戴向羽说自己因为李某峰嫖娼案件被缠了 担心自己嫖娼的事情也会被曝光 这个瓜一出 瞬间引起网友热议 张浩维曾参演过很多大热电视剧 青云年两季的太子一角都是由他来饰演的 谁也没想到他会亲口和狗仔爆料 圈内明星的丑事 实属意外又震惊 此前狗仔爆料暴剧新近当红艺人透露 三字男星参与李某峰嫖娼事件 给出的提示还与篮球 摩托车有关 女友是知名女星 当时网友猜了一圈明星 爱好篮球的白静庭 骑摩托车的王一博 还有既骑车又打篮球的刘浩然都无辜受到了波及 没想到最后居然是男演员戴向羽 两人聊天的气氛就像是朋友私下聊天 甚至戴向羽嫖娼这件事只是一句带过 后面两人还针对男人嫖娼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这段录音爆出来之后 网友对这种话题也都有自己的见解 但戴向羽嫖娼这件事 几乎是被曝光个彻底 估计戴向羽也没有想到 他还没等到蓝底白子 先被同行被刺了 戴向羽这几年虽然没有太大的热度 但也出演了不少大热剧 暑假档正在播出的电视剧《唐朝鬼师录》二中 就有他的身影 没想到剧刚播完 他就塌房了 不少剧迷也表示气愤 不过他在剧中扮演的只是一个配角 应该也不会给剧带来太多影响 虽然他比陈子涵小九岁 可却十分贴心成熟 2016年5月 两人交往一年后领证结婚 年底举办了古堡婚礼 婚后八年多一直恩爱有加 这些年因为和陈子涵经常上综艺 拍短视频秀恩爱 所以在大众眼中一直都是爱气人设 如今看来可真是令人唏嘘 表面对妻子百依百顺秀恩爱 背地里却涉及嫖娼 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感谢观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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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